今天是鞍唇啦 上次是這樣子串 這樣子吧 好像只有這樣吧 我忘記了 今天有斷 有斷斤了 所以 應該比較不會那個 屁屁啊 這一個騎骨子把它包起來 這樣 這樣 比較不會太大 我應該都會太大 上次烤焦了 這個是第二次 第二次應該要有進步 包起來 應該就不會太大了 差不多了 等涼一點再來拆 看看 還不錯啦 唉唷 還不錯 沒辦法沒辦法 差不多了 這次 蠻成功的 開始開始開始 開吃開吃啦 唉唷 今天烤得超漂亮吧 第二次果然有進步對不對 漂亮吧 又髒的又開 然後 又沒有燒焦 嗚嗚嗚嗚 小雞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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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忘了先喝一口 人生就是 吃吃吃 嗯 唉 今天沒有那麼老耶 我應該連續吃了十幾天了 中間只有間斷一兩天 其他我每天都吃 嗯 每天都吃鰻醇肉 至少 有一餐吃鰻醇肉 這雞胸今天也沒有烤焦 嗯 嗯 整塊都肉 欸 這樣拆起來 嗯 這整塊就是肉了 鰻醇雞胸肉 好吃好吃 西邊啊 上次試過 四隻比較剛好 四隻都吃不 都不一定吃得完 然後也比較好烤 上次六隻有點太多了 上次烤六隻啊 吃不完 然後那個面積太大又不好烤 看到這一次 新烤的鰻醇就知道我成功了齁 兩次我就進步了 烤第二次我就已經完全搞定了 而且今天這個木頭還是潮濕的 照樣把它烤起來了 等一下吃飽我要換位子了 要換到那個 上游那邊 因為今天 魚不在這裡啦 魚齁 冬天就是這樣啦 你要找魚啊 不一定他都固定的 我覺得 魚好像都比較是 是比較深寒的地方 然後這邊的 這邊的西 不算高山 算平地 所以這邊平地的苦花 比較怕冬 冬天就沒什麼在冰啊 你如果去屋來深山 就不會 冬天也沒影響 冬天他也是活得很快 快樂 在這邊就 平地的苦花就怕冷了 冬天他就比較不酸了 冬天他就比較不酸了